歡迎大家收看 U-Food 識食攻略 我是識食特工 Rachel 來到茶餐廳 一於嘗嘗幾款懷舊小食和甜品吧 首先有這間開業40年的茶餐廳 所推出的千層酥皮蛋撻 見到門口排長龍就知道很受歡迎 蛋撻每日新鮮出爐 而且還很大件 真的很酸化 蛋味都很香濃 中間的燉蛋又夠滑 小食還有傳統西餅和麵包 甜品推介合桃蛋糕和蝴蝶酥 下午茶吃椰撻或雞批就適合了 說到懷舊小食 當然要有傳統糕點 這間懷舊甜品店同樣大排長龍 原因在於甜品是每日新鮮自家製 而且還會用上層材料製作 推介入賣超過300盤的芝麻卷 芝麻味很濃而且層次分明 骨仔糕都很足料 小店還有齊桂花糕 馬蹄糕 白糖糕和黃糖糕等甜品 除了甜品之外 經典小食當然不少得腸粉 這間人氣小食店入賣過千條腸粉 店舖特意向廠商訂製卷幅不同 成本有更高的腸粉 而精液方法都有特別研究 所以吃到軟熟得來又有點大牙口感 小店還會用至少一小時去調製麻醬 麻醬特別結身有香濃 腸粉加上甜醬更好吃 其他小食都很划算 還有可以試上陳川粉和銀針粉 面底同樣又滑又爽口 想知更多Click入內文體詳情吧